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过了我的储备 有些词 我都没听说过 譬如某个女孩的乳地环 某一个女孩某次失控的嘲吹 某次她把一位念兽医的女孩用绳结腹绑成一只剃光毛露出眼的串钩烤鸭的模样 或是某个女孩有气喘 每次在抽插到激素时 她的喉头会发出破吸管丝丝的冥想 她总担心她便在此刻死去 怎么样 厉害了 我在你这个老师 你看高兴 我不是说 黄哥坏了 好写 好写 我跟你说 洛老师 我正好得空 请教您这个问题 我经常看到有一些作家 反正我读出来的感觉 就是她写这种性的语言的时候 她是一种疯狂的快感在写 这到底在写的时候 这个状态当时是在屋里 是什么一个状态呢 我不记得 而且我没有在屋里写 我其实是去咖啡路线 所以当众搞这个 她戴着头罩 我再问个文学外行的问题 为什么就是作家都要写性呢 也没吧 是不是这是一个管道 这是个窍门 只有这能洞悉奥秘和真相 这有道理 你讲的有道理 其实我前 所以我刚才脑袋里一直在想 想不起来那个作者的名 英国的一个小作家 就是前几个月 看了一本书 就是叫做 十又二分之一世界史 他就是乱写 John Banville 对 他就是把所有的 恶搞恶写 创世纪啊 当时这个全部都 特聪明特好笑 他里面也有写信 那他可是有一段 其实他在写爱情 我觉得他那个写的特别好 他其实就是在写一个 显影记的概念 他就说所有人在 爱情的那个 过程里的时候 他其实就很像 你一个底片 但是现在是数位了 这个感觉就美 就是放在那个药水里面 泡着那个 那个秀化仪嘛 泡着 然后爱情的感觉就是 他什么时候 慢慢浮出来 浮出来 浮出一个脸 浮出一个 一个什么什么 一个女人的裸体 什么叫浮出来的过程 他说一旦浮出来的时候 就不再见了 这再好 再迷幻的那个爱情 在那个过程就 就没了嘛 不确定就没有了 对对对 那我觉得其实写 写这件事情 如果他不是一个匠 他不是一个 不是说只是 只是拿为学奖 什么的 他其实对他来讲 他变成一个 永远一个神秘的追求的话 我觉得您讲的是对的 就是其实在某一个部分 是空调的 其实不会写的时候 是没有生理反应的 没有 他这个意思 就像专业演员 对对对 那么总在演那种床戏 人家就问梁朝伟 你们爽了吗 当时真的 他们说我们是专业的 就这个意思 对 这些是特冷静的 人家 所以说呢 这个我对他的心理状态 也很担心 就是因为我知道 骆以军是著名的忧郁症患者 不光是忧郁症患者 他身为一个作家 他是一个阅读障碍者 以至于 我觉得这个真是修行啊 他抄写 像最早他看见这个阿诚 还有谁 莫言的小说 他突然发现大陆的作家 这种语言的感觉啊 但是他用抄整本小说 抄下来的方式 这是很有名的方法 对这没有了 你说说看怎么回事吧 这不是 就是我后来我 因为我生了 我小孩 生过孩子以后 我第二个孩子 有一点过动儿 有点过动儿的倾向 那过动儿 其实你以为他是过动 其实他是 他是一个统合神经失调 他其实是生理上 他是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 他坐不住嘛 他要起来动 那后来我这样回想 我其实大概整个 从国中到高中 我国中是念那种好班 可是我就一直是最后一名 我上课永远没办法集中听 老师在讲什么 然后我考试永远是考 我偷看半天还是差很多 然后我就重考 那我高中后来就是 重考就交了一些坏朋友 就整天就是像贾张科啊 电影就是侯孝贤电影这些 就是去打打闹 也不大条 也不厉害 可是就是穿着制服 就是整天打来打去的 抽烟嘛 就是这样 那后来我到大学开始 我那时候不了解 我是生了孩子 我才知道 原来其实我很可能 我是一个过动 我是 我只是不是一个喧哗的过动 只是我 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 那可是问题是 我是我牧羊座的 我就是当时 在某一个神圣的起巴时刻 就是我想要成为一个小说家 我被启发了 我看到张爱玲的小说 我看到像你刚才讲的 我看到莫言的小说 我看到昆德拉 我看到马克思 那我觉得太屌了 然后我决定要发愤 那我大学念的是一个 台湾最差的大学嘛 然后 这是什么 文化大学 现在不是最差 当年是排名最后的 最后的志愿嘛 我进去还念森林系 可是我那时候就是在那个 住一个阳明山一个小的宿舍 很小的那种学生宿舍里 然后就有那种学长 那个年代 大家就是很装样子嘛 学长的房间里 就是都放在这种 他们台湾当时是 还是一个现代主义的尾端 就是出的是佛洛伊德啊 卡夫卡啊 借川龙之介啊 就是这样 现在主义 来看看我的书房那种 对对对对对 可是我就是也去买了这些书 然后我发现我看了三页 我就趴在那边睡着 完全 然后我醒过来 我刚才看了 我刚才很认真看半天 我看了什么 我完全什么脑袋 什么都不记得 我完全不知道他写什么 那后来我就发现 这就是一个阅读障碍嘛 这就叫阅读障碍 可是因为我有一种运动员的个性 就是我以前运动成绩不好的 打篮球的时候 我就是后来就去那个一个K书中心 就是那个楼梯就从一楼就跳到五楼 每天就是傍晚在那边跳跳跳 后来他们那个K书中心就传说有鬼 就是半夜有 咚咚咚咚 给人半夜去温习功课的那种地方 把马子 或者只有我在这边很奇怪 自己在楼梯间跳 金花跳 后来我可以抓到篮筐 就是我 我是相信这一套的 是相信说 他是利用他运动的这个特长 我不是文人 其实你看你们一个文套 我是乙军 哈哈哈哈 我其实是一个 我们是秀才遇照兵 有你说不清 但是我很想请教一下 因为呢 忧郁症现在确实也是我们大陆人 普遍在讨论的一个问题 因为这几天又发生了一个新闻 就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跳楼自杀 然后传出来呢 说也是忧郁症 你是有这个亲身经验的 到底什么算 你比如说我们平常的朋友 个个都说自己是忧郁症 是是是 你觉得怎么叫忧郁症 你是什么感受呢 他其实忧郁症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 叫做失能 忧郁其实他未必解释的好 他其实是失能 他其实是脑内 他其实就是一个慢性病 跟糖尿病 失去什么能 失能 可能比如说你像比如说你平常来做节目 你们其实平常很稳定的保持一个阅读 然后讲话的模式写稿 可是你一旦忧郁症来的时候 是你会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你一点都不想踏进摄影棚一步 然后你本来是一个很色的家伙 很多马子到处 一三五七九就是二十六 就是不同的马子去寻一下 你突然一个马子你都不想去 然后你突然本来 省事 所以我怀疑闻到忧郁症 对对对对 失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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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有点就是 其实佛教的最高 最高境界就是要到达忧郁症 忧郁症的状况 那可是 你要这么说 我就觉得 你像我有的朋友也有这么一种感觉 就是现在真的是对女孩失能 失的个什么能呢 就是说 大概是因为爱情方面受到磋伤吧 可能有一个岁数也到了闻到这个岁数 那么 就开始觉得 对女孩 第一次看到 我认识闻到这么久 第一次看到你脸上有困惑的表情 你继续讲 他觉得自己 是一没能力 二没兴趣 三没一动机 再去找女孩 就照你的话说 就把马子 就完全 也没有兴趣 好像也觉得没有这个能力了 这算不算是一种不正常 不算 其实他 他有一个部分是这样 就是他 他 那个苏珊上的不是有个疾病的隐喻吗 对 他其实忧郁症 他有一大块 他当然是一个当代文明病 他 他如果在生理上 他有个部分 我觉得我自己的感受是 在那个时刻你会变成 失去同情和理解他人的能力 其实他 所以他这个跟文道是不一样的 我大概是开玩笑的 他其实不是故意的 比如说你身边 我觉得忧郁症最大的可怜的 不是忧郁症本人 是忧郁症最亲近的那个 忧郁症者的妻子 忧郁症者的丈夫 忧郁症者的父母 这个东西其实他要很 尤其你如果没有进入到一个病理 现在福寇他们这整套医学话语 他只是把那一团东西锁住了 他锁住以后 他用病理的方式 他用药物去 他就是发现你的脑内缺乏 那个血清素 他就是就像你糖尿病 你缺乏胰岛素 你就是打进去 那现在西方这个 这个药都很好的 我当时至少我 可是我不能帮忧郁症带也 但是吃了这个药会不会觉得傻乎乎的 会会会会有会会 他当然就是让你缓和下来 缓和下来 那我当然 所以我后来在写那个小说的 中间有九个月 忧郁症蛮严重的 我是真的乖乖进门诊 看医生吃药 然后真正的就很照 他那个规律不能说像感冒 我吃吃好了就停掉 那特别惨 他非常像一个弧形 一个中型曲线 你先吃半颗一颗两颗 然后两颗四颗 然后吃了几个月再慢慢剪剪剪 他是这样 他是一个慢性 他剪没了之后 这个病就能好吗 好了 可是我后来 我后来就变成 我那之后每年都来一次 所以我一次碰到 我的老师张阿春 我就跟他讲很烦 可是每一年来 大概就来一两个月 我就说我每年来一次 他就说 你这怎么很像妇女 你是变年轻 不叫年轻 落年轻 落年轻